Hello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是在埃及的最南部一个边境城市 阿布辛贝 这个小镇靠近纳塞尔湖 我现在走路大概1.8公里左右 就可以到达阿布辛贝神庙 远处我手指的地方就是阿布辛贝神庙 现在先过桥 到那边那个小岛上 这个城市非常的小 基本上哪里都可以走路到达 阿布辛贝神庙直走 这边是一个停车场 哇 咱俩过来估计没人呢 今天 不会是包场吧 这里就是游客中心 买票的地方就在这 我今天是要大出血了 OK 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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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蚂蚁 像你往前来的送车都来了 那没办法呀 牛头都出去了 不差这点 埃及特色就是你不但要买门票 如果说像我这种拿了一个摄像机的 就要买摄像机的票 摄像机的票有可能比门票还贵 因为我门票只花了255 我摄像机票就花了300 好了我现在已经是走进来了 这个山包包呢就是阿不信贝神庙的背面 沿着这条路呢走到纳塞尔湖的湖边 只需要右拐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阿不信贝神庙的真面目了 好漂亮的纳塞尔湖啊 关于这个纳塞尔湖的行程 还有阿斯旺大坝的建立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昨天的视频有讲到 这里啊就是举世闻名的阿不信贝神庙 边走呢边跟大家聊聊天关于阿不信贝神庙 我们现在呢所看到的这个阿不信贝神庙呢 其实不在这儿按理说 原先呢是在湖底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前面不是说过吗 在1960年的时候 埃及政府决定在下游修建一个阿斯旺大坝 来蓄水发电 这个时候呢 势必会导致这个湖面急剧升高 为了抢救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 组织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从这个1964年开始 对这个阿不信贝神庙呢 整体搬迁 很有意思吧 就是说经过四年啊 把这个底下的阿不信贝神庙 挪到了这里 200米搬迁了 整体呢海拔提升了60米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阿不信贝神庙呢 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 应该是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 抢救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也不得不说 现在能看到它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阿不信贝神庙呢 始建于是公元前1300年 谁下令修建的呢 就是我们前面文章还有视频多次提到的 在古埃及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 最个性鲜明 最能真善战的一个法老 拉美西斯二世 拉美西斯二世呢 他是24岁继位 执政时间呢长达67年 在那个古埃及啊 平均寿命只有40多岁的3000多年前 他呢最后活到了91岁 光他这个年纪就已经是傲视群雄了 好了 现在呢我已经是走到了神庙面前 真的好壮观呀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古埃及的历史感兴趣啊 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拉美西斯二世 这一个是一个非常传奇色彩的一个埃及法老 我们眼前呢有四尊拉美西斯二世的坐像 这个坐像呢高度有21米 整个神庙呢高度大概有30米 宽度呢大概36米左右 最有意思的是纵深 它的纵深呢是67米 很巧就是刚好跟拉美西斯二世执政时间吻合 太厉害了 这里啊居然是 整体搬迁过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吧 这些石像都有这个切割的痕迹 全部都是一块一块的 当时标记好 然后用了四年时间 把这么大一个石质的神庙搬迁过来 好 拉美西斯二世 好了 这里应该是有个检票的吧 检票的大哥睡着了 Ticket? ok 要不要被跳 i have camera ticket i have camera yes 我是图号 what? 给我拍照 ok after 不不不不照了 这里呢 光线比较暗 大家尽量的话 把手机调的亮一点啊 一进来呢 就是一个住厅 这里啊 有八尊这个 拉美西斯二世的立像 这些立像呢 已经是神化过的 就是拉美西斯二世啊 已经是成神了 这些立像的造型呢 是爱奇的名神 拉美西斯二世呢 在世的时候 他已经是把自己给神化了 就是人格 已经是慢慢的去掉 他刚开始造的塑像呢 就是雕像 还是像法老 像这后期或者是 中后期的话 他造的雕像 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的形象 神格化 好 这里啊 就是 这个 阿门 这是阿门 太阳神阿门 这个就是 拉美西斯二世 阿门呢 赐福于 拉美西斯二世 这也是 这些都是 古埃及的神 拉美西斯二世 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看到没有 太阳神 这里的一些壁画呢 是 讲的 拉美西斯二世 四处征战的场景 可以看到他 他驾着马车 然后带着军队 色处征战 他征战的地方呢 其实 就是 努比亚 就是我们现在 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努比亚 在古代呢 也是一个地区 拉美西斯二世呢 把这里 打下以后呢 最后在这里 修建个神庙 以巩固自己 在努比亚地区的统治 这个努比亚呢 意思就是 黑人生活的亡国 在古埃及域里 这个也是 拉美西斯二世 这个壁画啊 就是 阐述着他 把一个敌人打倒 看 踩在人家脸上 还呢 拿着长矛继续 去英勇的战斗 这是 拉美西斯二世 站在马车上 拉安宫射箭 拉美西斯二世最出名的战役就是他带领着埃及军队打到了现在的叙利亚那边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赫提帝国的并且跟赫提帝国拿成了一份合约也算是结盟 看见没有 这个视频呢有点长 大家可以慢慢看 基本上都是 法老的一些照片 看到没有 拉米西斯二世坐在这里 地下的人 在给他 汇报什么 当时的场景 这边还站了很多的士兵 这个法老真的好厉害啊 在位六十多年 今天没有什么游客 这里目前为止 就是 就我一个人 曾经给大家说过 就是这个羊头 加上太阳 这个形象是太阳神阿蒙 就是古埃及最大的神太阳神 而这个 拉米西斯呢 他也是 渐渐的把自己神化 就是一步一步的神化 会有很多的这种壁画 阐述他跟太阳神在一起 最后呢 直到他能跟神平起平坐 做在一起的一些比划 这应该都是太阳神阿蒙的赐福于 拉米西斯二世 加强他对 古埃及的统治 从这里出来呢 我们继续逛这里 好安静啊 就我一个人 我们一起看一看 这里的壁画 跟刚才的差不多 全部都是 拉米西斯二世 在给这个太阳神 上供各种的祭品 看他那样 集市的一些画面 上供的是面包吗 这个像 一个法老啊 只要活得够久 一定要做很多 让自己 陽明后世的事 就比如说 拉米西斯二世 在古埃及全国到处立自己的雕像 立自己的壁画 因为他执政了67年啊 而且呢 在他的带领下 立金图治 古埃及啊 在新王国时期走向一个巅峰 顺带一提啊 他的老爹就是 赛提一世 就是那个在帝王谷里 需要花1000i棒 才能进去 参观陵墓的赛提一世 如果说我下一次来的话 我直接先花1000块钱 进赛提一世的陵墓看一下 全是壁画 好多啊 这些都是 拉米西斯二世 激凤太阳神的场景 好 我们要继续前进了 今天好安静啊 今天好安静啊 进来以后呢 是第二个厅 也基本上是 拉米西斯二世的一些 公祭比划 看到没有 法老站在这儿 底下的人呢 扛着很多的礼物 这个也是阿门的形象 这是重中之重 不着急 我们先把外边都看完 这里的灯光不是很亮 我的墨镜还掉了 是不是站远一点 大家也可以看得轻一点 看这都是 法老在给大家开会一样的 底下的人都站着的 接下来就是 神殿最核心的区域了 圣殿 圣殿的中心位置呢 是四尊神 神像 左边的第一个呢 是古埃及的冥界之神 第二个呢 就是太阳神阿蒙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头冠 这一位啊 就是与神平起平坐的 拉美西斯二世 这一位呢也是一个太阳神 名字呢都太长了 我会添加字幕告诉大家 就是说 在这个圣殿里头 拉美西斯二世呢 已经完全的从人 变成了一个神 就是神格化 而造这个神殿的时候 拉美西斯二世还健在 他呢也是 唯一一个 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已经把自己分为神的古埃及法老 我们现在啊 所看到的这个神庙呢 是经过整体搬迁的 刚才也说过啊 我现在呢站的是圣殿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呢有一个走廊 那边有一道光就是大门 你知道吧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经过 底下的这盏灯啊 给这四个神像打光 我们是看不清这四尊神像的 然而呢在这个设计之初 就是3300多年前 古埃及的这些设计师们的设计初衷呢 并不是这样子的 它的设计初衷呢 是这个神庙建成以后呢 最里边的圣殿这四尊神像 就包括拉美西斯二世的这个神像呢 会在每年的2月21号和每年的10月21号这两天 太阳的光呢都会从这个大门直射过来 能照到这个圣殿照亮这四尊神像 当然了更应该照亮的是他们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为什么呢 因为2月21号是拉美西斯的生日 10月21号是拉美西斯的登基之日 知道吧 而最有意思的呢 就是在这个1964年 联合国这个教科文组织 就是准备 把这个神庙呢 整体的搬迁的时候呢 也是用心了 你想当时呢 是纠结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还有就是科学家 数学家 各种天文学家 反正就是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都过来了 是吧 有头有脸的 是吧 有技术的 结果呢大家就说 因为呢 这个神庙有个奇观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太阳节奇观 就是每年有两次太阳能指射这个圣殿 照到这四尊神像 为了这个保留这一个奇观呢 当时也是做了努力和经过计算的 所以说把这个神庙呢 整体的千一 约200米 海拔提高约60米 放到这里 既能临近这个 纳塞尔湖 又能保留这个太阳界奇观 巴特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 世界世界人才啊 的这个计算 还是有了偏差 就是还是差了一天 要吧 当我昨天啊 了解了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古埃基人啊 对于这个立法 天文 星象 还有物理数学 这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才能在3300年前 就能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奇观 真的特别让我就是惊叹不已的 就是这一点 而现在呢 这个神庙 我们能参观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 因为它经过了我们人类的整体的把一个遗迹搬迁 我现在看一下啊 就觉得这个搬迁的这个痕迹啊 虽然说有但是也被修复的不是很明显 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到这里来参观一下 虽然说这里比较难过来 因为比较远一点 知道吧 也算是埃及的最南部 我刚才参观完这个阿布辛贝神庙 又走路来到他旁边的这座哈塞尔神庙 哈塞尔神庙呢 是这位拉美西斯二世为了她的这个最爱的王后 奈菲尔塔利修建的一座神庙 是一个小神庙 这前面呢 有六尊石像 也都是这种沿着山崖凿客的 这两尊呢 都是拉美西斯二世 中间的这一尊呢 就是奈菲尔塔利 就是拉美西斯最喜欢的王后嘛 这也是一样的 有一种就是神像都保护着她的王后的感觉啊 而这个王后的这个造型呢 已经是神化了 就是她已经是化身成了太阳神的这种造型了 好 我们现在一起进去参观一下 我是有这个摄像票的 花了三百呢 那是OK OK OK Yes OK Where are you from? Tina 你好 你好 谢谢 You are Michael I am Michael 嗯 这个是她王后 对 现在一说啊 就是 为什么 拉美西斯二世 会在这里修建两座神庙呢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她的这个王后啊 据说是奴比亚人 知道吧 奴比亚人 所以说 她觉得在这里修上两个神庙 这样子可以加强一下 自己在这个奴比亚地区这一带的统治 但是外加上还可以威慑一下祝国 看到没有 而这个壁画呢 也是讲的是 她的这个王后 已经是化身成神了 看到没有太阳神了 然后跟其他的神在一起的一些壁画 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 拉米西斯二世呢 是 后期她已经是觉得自己是神了 所以说她把自己的王后 也分神了 这也是两个古埃及神话故事里的女神 在赐福于王后 这个王后呢 也是神 在三千多年前啊 神嘛 也是人嘛 这幅画我能看懂 看到没有 这个应该是太阳神阿门的形象 这个应该是拉米西斯 看到没有 拉米西斯二世 然后呢 旁边站的就是 他的王妃 哇 真的 这个男人真的让我敬佩 能真善战 英勇 又能管理好一个国家 还有一段 这么让人羡慕的爱情 这个也是 就是拉米西斯的形象和太阳神阿门 这个没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小神庙 还有一说啊就是 这两个神庙呢 是经过 1964年至1968年 搬迁过来的 搬迁的原因呢 不是说过了吗 就是阿斯王大坝蓄水的原因 这里 这里应该是 王妃的神像 这我就是已经看不清了 嗯 你看王妃的形象已经是神化了已经 看到没有 他的头饰还有他的装扮 这些都是王妃的形象 这些都是王妃的形象 嗯 太阳神阿蒙 还有 拉米西斯二世 这个是拉米西斯二世和王妃 这个应该是 英勇作战的法老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个是一个小神庙 不是很大 我觉得一个女人一辈子 能嫁给 拉米西斯二世 这样的男人 真的是 值了 生前呢 是王妃 尊宠无比 死后呢 还能分神 最后呢 还能拥有一座 自己的神鸟 让后世人所敬仰供奉 你说 一个女人活成这样子 真的让人羡慕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 点个赞 就这样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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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到湖边去坐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今天准备坐车再回阿斯旺 然后坐晚上的火车回开罗 好